孙子兵法第四篇 行篇 燕子睡井宫 孙子曰 惜之善战者 先为不可胜 以待敌之可胜 意思是说 以前善意用兵作战的人 总是首先创造自己不可战胜的条件 并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机会 燕子是春秋时期齐国的一名知名大臣 齐景宫初期 东厄管理混乱 于是任命燕子前去治理东厄 你们找寡人 有什么事吗 大王 燕子治理东厄三年 如今没有人不说他坏话 燕子怎么了 燕子在东厄烂尸刑罚 腐税沉重 乱用名利 什么 大王 如今东厄的百姓天天都在骂燕子 而且还 还 还怎么样 说 百姓还骂您 瞎了眼 给东厄派了这么一个官 大胆 立刻召燕子来见寡人 燕子 你可知罪 大王 臣什么罪 这三年来你在东厄都干了些什么 大王 臣什么也没干 燕子 你烂食酷刑 乱用名利 不睡沉重 对 大王 三年来臣没能治理好东厄 求求大王 再给陈一次机会吧 嗯 那好 再给你三年的时间 大王 不行啊 三年后 齐景公想起了燕子的话 决定前往东厄 看看燕子的治理效果 可一路的建文 却让齐景公睁大了眼 你们这是干什么 没见过送礼呢 来 大家都到里面坐吧 燕子 大王 你怎么来了 燕子 这三年来你都干了什么 这 寡人一路上看到田地荒芜 民故聊生 行贿受贿 你说 你是怎么治理的 大王 臣想问一下 三年来臣还有不好的评价吗 呃 都是好话呀 大王 前三年臣因秉公执法而遭恶名课 后三年 臣却因恶于权贵而遭善名 大王 臣治理东厄六年 前三年 百姓无一受冻挨饿 后三年 却半数以上吃不饱饭 臣不配治理东厄 请大王处罚我吧 先生 过去是寡人的错 先生 继续治理东厄吧 寡人绝不干预了 燕子为了证明给君王自己的清白 后用三年的不贤 反衬前三年的贤两 这正是鲜为不可胜 什麽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磨患